探索异国他乡的神秘趣事,记录不一样的人文风情。 如今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地方都建起了不少军事文明的桥梁公路, 但对于修建一条公路来说,都是为了一些汽车出行能够方便。 然而在俄罗斯就有一条奇怪的公路,建设这条公路不是为了让汽车同行, 而是为了人们能在公路上找到乐趣。 因此很多人还给这条公路起了一个很有趣的名字, 叫套路。 这条公路位于俄罗斯的勒尼维茨,在公路的周围全是一些森林树木, 然而建设这一条公路的真正用途却不能够让汽车在上面行驶, 因为公路不是博游路也不是水泥路, 而是用了各种笨床的材料建造而成的。 虽然这条公路全长仅容52米, 但却很少人能够顺利的走完全程。 在公路上,你无法像正常一样行走, 只要你一不小心就会被弹力弹起来, 所以只能通过各种笨跳的方式, 才可以完全走完这一条公路。 因此,这一条公路每天都吸引了许多小朋友和大人们来到这里玩笨床。 然而建设这一条公路的真正意义, 就是为了让有压力的人来释放压力。 每个人都在公路上笨笨跳跳, 在开心的氛围内能瞬间忘掉所有的烦恼。 本期视频就先介绍到这里, 欢迎关注我们观看更多的精彩视频。